中方昨晚承認這艘民用無人飛艇來自中國 因為不可抗力誤入美國,對此表示遺憾 當局派出F22等多格戰機升空追蹤 導致當地國際機場一度暫停升降 於蒙達拉州的空軍基地有多個洲際彈道導彈的發射井 令軍方大為緊張 中方對飛艇因為不可抗力誤入美國表示遺憾 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無意侵犯任何主權國家的領土和領空 國務卿布林肯定即將訪華,他將會推遲訪華行程 Hello,大家好,我是Stan Starnley 2月4日的凌晨,CCTVB的頭條新聞 講到大陸的外交部勇敢承認 在美國領空的飛航物體確實屬於中國的民用飛艇 由於受到西風大的影響 由阿留森群島進入加拿大而出現在美國西部的蒙達拉州 美軍除了派出多架F22戰機 緊貼這一隻的無人飛艇 還要緊急關閉當地的國際機場 原因蒙達拉州的空軍基地有多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 事後,中方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就用了一個很可愛的理想 大意就是這樣說 Sorry,不可抗力 英文就叫做False Measure 這四個字不可抗力 是一個法律的術語 一項免責的條款 解作是一種人類不能夠遇見 不可以避免 不能夠克服的自然社會現象客觀的情況 簡單來說 即是為今次這隻的無人飛艇進入美國蒙達拉州的空軍 彈道導彈的管道發射基地 完全都是屬於天意 說明天意 不可抗力 False Measure 即是說吹 都是阿留森的西風 將氣球艇吹到美國 如果美國要追究責任 就要問天了 對於美國人來說 中國外交部由戰狼 進化成為 廉皮厚而無形 深刻而無色的推射責任吵架高手 所謂口刻學的至高境界 對老美來說 一時三刻 確實是不知所措 因為這隻不可抗力的無人飛艇 如果真正是由中國射出 能夠神不知鬼不覺 還入到美軍的戰略心臟 如果美國人要說 這件事件不是不可抗力 即是人為事件 其實那個後果是更加嚴重 比2001年的911事件 又或者二次世界大戰 苦苦苦偷襲珍珠港重要厲害 即是要警告美國 大陸是絕對有能力 用些很簡單的方法 就能夠進入到 美國各處不同的軍事心臟 故此在虎無對策 老美的國務卿布林肯先生 唯一可做的 就是推遲訪問中國 很簡單講完 大陸以一隻不可抗力 的無人飛艇事件 我們就來到今天這條片的主題 究竟大陸會不會武力攻台 關於這個問題 跟很多台灣人一樣 曾經一段很長的時間 從理性的角度 Banny是不認為大陸會用武力攻台 因為海島國家 一向都是二手難攻 但是自從 習近平在去年12月9日的中亞峰會 提倡用人仔石油 去挑戰美元石油 那麼台海交戰的局面就不斷升級 原因老美為到自身的利益 就一定會動大陸 那麼除了 向大陸進行高科技的制裁 特別是晶片事業 就一定會療興大陸 此外 拜登政府 跟特朗普政府不同 自己不用出手 就用他的盟友幫他出手 最漂亮的一役 當然就是英國和歐盟 去幫助烏克蘭 對抗入侵的俄羅斯 那麼本來在去年的冬季奧運會 中俄的突分窩就甚囂塵上 但是怎知道 所謂世界第二的軍力大國俄羅斯 可能是由於貪腐嚴重 那些武力是完全都不對版 本來打算三五七日搞定烏克蘭 結果就拖了成年 而在近期 英美、二國加上歐盟 將最近的坦克部隊 送給烏克蘭 那麼不少人都相信 單靠是俄羅斯 如果不能夠使用核子武器 俄羅斯就遲早都要撤軍 那麼本來在這些的推算 和俗心國聯盟的角度 大陸在去年的三月 沒有出手武力攻台 那麼在二、三年 俄羅斯繼續失勢之下 大陸理應是 更加不會出手主力去攻打台灣 但是一場的白紙運動 加上三年的新冠防疫失敗 大陸剩了兩個月之後 在蓬佩爾和美國多位的上將 預測在2025年 中美在台海必須一戰 那麼在這些這麼多不利因素之下 竟然出現這一件的不可抗力 的無人飛艇入侵美國的事件 相信很多人 此刻都會是180度的大轉彎 大陸的領導人 為了自身的面子 他是會不惜一戰 那麼中美台海一戰 是不是真的會沒有彎轉 如果你要問Stanley 從理性的角度 那當然有辦法去解決 就好像今次的不可抗力事件 簡單點來說 大陸就是要將這個 觸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台海之戰 用不可抗力四個字 脫給老美的拜登政府 Stanley認為 如果老美沒有為習近平倡議 用人仔石油去挑戰美元石油 而進行報復 那麼Stanley就認為 台海的中美決戰 是可以避免的 那麼to be fair 一隻手是拍不響的 好簡單comment完 台海究竟會不會 在這兩年內 會發生中美大戰 Stanley就認為 不是那麼簡單 是一個人的事 好來到這一條片 最最後一個部分 有什麼是更科學化 去知道 台海的中美大戰 是避無可避 一定要發生 那麼順應今天的主題 不可抗力 force measure Stanley認為 最科學化的方法 就是看老蕭蕭若元先生 和此刻 在英國和歐洲旅行中的桑普 他們究竟會不會作出二次移民 Stanley認為 這兩位去了台灣的KOL 就是台海究竟會不會來一場 中美大決戰的最佳明燈 那麼大家都知道 老蕭就是出了名的當代燈神 比如林鄭連任 又或者胡錦濤被夾事件 甚至乎近期的大樓食飯事件 都是十分upset網民對去 那些critical thinking 和預測 但是有一點 老蕭在2020年 因為蕭太的建議 而移民到台灣 就確實是 讓他 可以安全離開香港 繼續發聲 而至於傑斯 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他就和他的拍檔 桑海神舟的傑斯 說明 對國安法生效後的香港 是完全失去信心 所以當大家看到傑斯 和快必 的先後入獄 桑普的移民到台灣 跟老蕭蕭若元先生 都是屬於網絡YouTuber 最聰明的兩位 此刻 桑普就在英國和歐洲的法國 度假 雖然在曹總一節目 桑普就說自己不是作二次移民的打算 但是說真的 行動就是最實際 跟老蕭一樣 如果桑普突然留在英國 又或者老蕭 突然間說 蕭太叫他移民到豐葉國 或者代鼠國 那不好意思 當這兩位的台灣的YouTuber KOLs 作出一些不可抗力 Force Major 的二次移民 那就是說 台海的中美大戰 就會馬上開始 信不信由你